下面另外的一个药 这个苍儿籽 这个苍儿籽呢 这个是一个菊口植物 这个苍儿草 它的这个成熟的果实 如药 所以籽就有种果实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水果当中 梨子桃子 籽的就是果实的意思 这个是在这个植物的果实命名的 这个就是 它的成熟了的果实 这个苍儿籽呢 也有伐散风寒的作用 但是这个伐散风寒的作用就更为弱 严格的讲呢 它不是典型的伐散风寒的药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它的第一功效 最主要的功效不在于伐散风寒 但它有伐散风寒的作用 它最主要的功效是通比翘 但是我们没有专门分一类通比翘的药 那么只有把它放在了 这个伐散风寒的药这一节当中 但是它不是典型的 所以一般的风寒表证 它虽然可以用 但是作用不强 所以使用的很少 所以它和细心白痴的情况 有相似之处 如果说风寒表证呢 又有这个鼻色不通 主要用它来取鼻翘的同时 当然也可以增强其他药的 伐散风寒的作用 其实也是可以用 但是对它来说不是主要的 不是主要 另外通比翘是它的第一功效 所以它是治疗鼻渊 或者其他鼻科疾病的 一个很重要的药物 比如说我们以后 方济学当中要学 苍儿子散 就以苍儿子为主要 那么治疗这个鼻渊 引起的头昏头痛 或者搓堤不止 当然有的是这个 褶症的 也可以和这个 能够清肺褶的 或者清其他脏腑褶的一些药 那么今后这个 在中医五官科学里面 专门要学习这样 我们这里知道它 是一个这个治疗鼻渊的药药 不仅仅是鼻渊 其他的鼻科疾病 鼻科疾病 它以寒症为主 褶症也可以配偶使用 另外呢 它有微弱的趋风食和止痛作用 所以对于风食避震 或者其他的一些疼痛症 风寒感冒 鼻渊的 有疼痛的 或者这样子的情况 它可以同时发挥一点止痛作用 这个对于苍儿子来说 比较次药 苍儿子呢 也是一个比较次药的药 所以大家呢 主要了解了这个功效 其他的并不难 那么苍儿子呢 是我们这一节里面 第二位有毒的 有小毒 所以这个苍儿子呢 因为也有毒性 所以呢 在这个用法里面 就有一个特殊的 要求草用 草了以后 同时要 要碾一下 因为这个苍儿子呢 我们看这个表面上呢 有很多这种 增状的土气 那么如果不草的时候 配方的时候 那是要追手的 那个配方的时候 不方便 那为了配方 把这个草的时候呢 这个尖端就 首先就容易焦 焦的时候 碾的时候 那个尖端的碾掉了 那配方的时候 很方便 这是一个 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便于配方 第二 这个苍儿子外面 这个薄皮 是非常坚韧 柔韧的 那么它的有效成分呢 主要在里面的 种人里面 那么就是这样子 煎熬的时候 里面的有效成分 是很难 涌出来的 那么碾压以后呢 这个外壳 这个包皮 那么就破裂了 里面的有效成分呢 就容易 通过浸如的水分 这样子涌出 在这个煎液当中 这样子呢 便于煎主 便于增强 疗效 这是第二个目的 增效 那么第三个目的呢 苍儿子有毒 这个有毒的 主要是一种甘类的 甘类呢 它常常和蛋白质 结合在一起 炒的时候呢 这个蛋白质就凝固 它有毒的 这个苍儿子的 这个甘类成分呢 就不容易涌出到水 水里面 那么它的毒性就降低 所以苍儿子炒用的目的 有三个方面 增效 减毒 便于配方 那么我们书上呢 在这个使用注意当中 也是讲清楚的 那么自己看一下 这些问题都能掌握 都能掌握